我們來看一下84年這一題 那這一題呢 這種三角測量 就是把圖的資訊要把它掌握好 其實掌握好之後就很簡單 所以一開始呢 我們先假設 我們按上這點叫O好了 微點叫O 好 那它一開始呢 先測量氣體 氣體在它哪邊 偏左 對 正前方偏左 看你的前在哪邊 我前把叫上邊好了 好 所以這是前方偏左50度 所以偏左50度在這個方向 好 那這50度距離呢 距離200 這是50度 OK 那這時候是第一次的觀測點 這是A 可是呢 這時候 接下來船怎樣呢 船6開始在開 這時候開完之後呢 它是怎樣 偏右70度 偏右70度 所以這角度更大了 偏右70度 那70度呢 但是這裡是變成多少 300 對 這300 好 那所以這次是我的V點 那我現在想要問的就是什麼 問AB距離吧 對 AB距離 好 所以你這樣有什麼想法呢 它加起來120度 對 兩邊一夾角 要求第三邊 哦 所以兩邊加有求第三邊 這就是 余懸定理 對余懸定理的使用 好 那我們先 大家先除100好了 讓數字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 除100之後就是這樣 等於2 對 這個平方會等於 2平 加3平 所以 減掉 2乘2乘3 乘cos120 cos120 cos120是那個 負的 負二分之一 對 可是你要 你要把它想到那個 單位元 那單位元 cos120是負的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這樣子 我們就會得到什麼 4加9 減掉6 加上6 嗯 加的 所以就變成 19 所以 AAB 開坑到這邊 根號19 對 所以AAB的長度就是 100倍的 根號19 哦 所以這種關鍵 就是你要把這個圖 問題轉換成圖 然後看出兩邊 一夾角球第三邊 就是余懸定理的標準應用